大家好 我是小馬 這個有YEF的學弟妹嗎 我真的還想再問一下 舉高一點啊 只有兩個 那是大學生的舉下手 是學生的舉下手好嗎 所以大家都不是學生喔 不是學生舉手 哇 OK 好 今天很感謝大家來捧場 好 那有聽過Solo Singer的舉下手好嗎 那沒有聽過舉下手好嗎 好 謝謝 沒有啊 這樣子很好 大家交流一下 好 那Solo Singer它是一個老旅館的改造案件 這是旅館裡面的一個電話總機 它以前這個老旅館呢 60年來都在這個旅館裡面 幫助客人接線 像這個白色的點點就是一個房間的燈 所以如果你從你的房間打電話給櫃台的話 你的燈就會閃 然後櫃台就會把這個通話的插頭插進去 然後你就說我要跟103號房對話 他就會再把另外一個插頭插進去 然後你們就可以對話了 那這麼神奇的一個東西呢 其實是印記著我們早期的社會 其實完全都是處在一個手動時代 那手動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是非常頻繁的 到了現在進入一個自動化時代 到了未來是一個人工智慧時代 那這一條路的一些印記呢 往往在我們的發展之中都被拋棄了 好這是SoloSignor的前身 就是你可以看出它是一個完全 你不想去的地方 就是在一個很小巷子裡面 然後一個旅館是車子開不進去的 其實一般人都對它不會有興趣 那我們也不例外 第一次誤打誤撞到了這個地方 覺得它看起來非常普通 這個是旅館的外觀 它看起來就是一個非常 普通的老式台灣旅館 你對它的印象就是如此 那它櫃台就是這樣子 大廳小小的大廳 因為大部分的人來都是 就是交了一手交錢一手拿鑰匙 然後進去休息兩小時出來 所以它不需要有任何的互動設計 然後櫃台往往都很高 櫃台的人躲在櫃台後面 它其實跟你交易的時候 連看你看一眼 就是你都不看一眼 因為它忙著看旁邊的電視 所以像這樣一個令人唾棄的地方 就是一個令人沒有特別喜愛的地方 我們剛去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是覺得 天哪怎麼會來到這邊 好吧 那就既然來就看一下好了 結果到了一到這個裡面 跟我們約的當年的老闆娘 她50歲然後看起來非常有朝氣 看到我們以後就從櫃台裡面站起來 就深深一鞠躬馬小姐歡迎你們來這樣 那衝突感很大 就是一個你覺得它非常毫不起眼的地方 裡面卻好像充滿了很多能量 那這種台灣式熱情 第一個就給我們上了一課 它無所不在的 它跟它的外貌 跟它的環境是沒有關係的 它甚至是一個生活習慣 這是它的當初的樣貌 我們的師傅 工班師傅看了都說 天哪這真是一個百費待舉的地方 都沒有人想要加入這個計畫 好 直到後來 慢慢的 有人知道我們去看這個旅館 然後有的人跟我們一起去看 都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然後我們認識黃春明老師一家人在這邊長大 然後還有韓良路老師 他們都是北投人 而且一講到北投他們都可以侃侃而談 告訴你北投哪裡好 北投 你家巷子 左邊以前是做什麼 右邊以前是做什麼 然後我小時候跟他們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威威到來 非常迷人 一層一層的故事 每一個年紀 每一個年代他發生的事情 都非常的吸引人 所以這讓我們開始覺得 好像有什麼可以玩的喔 而且那個 如果沒聽過韓良路老師這些也沒有關係 像五月天的阿信也是在北投長大 大家知道嗎 所以就點頭如倒算 而且在我們旅館旁邊呢 我們在溫泉路21巷 那溫泉路36巷是阿信國小畢業的時候 跟初戀女友告白的地方 大家不要笑 那個地方現在是路客必去之處 叫告白巷 大家有空也可以去那邊跟他的招牌合照一下 好所以就這樣子一個拉一個一個拉一個 一開始有一個紀錄片導演來 然後說喔這麼特別的計畫 你們是不是要考慮把它紀錄下來 然後有的人就一個帶一個一個帶一個 都是喜歡這樣子的空間 然後能夠看到他價值的地方 所以一開始我們就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開會 後來一個拉一個最後就拉成這個樣子 我們一共有大約20位藝術家 一起在旅館改造之前 這個是跟旅館改造之前 他們每一個人 有的人是用窗戶的大小 有的人是用房間的大小 有人是用方位 有人是用風水 有人用滴六感 去選擇他要去改造房間 這個裡面大家應該 其實我們早是廣義的藝術工作者 所以包括舞台設計師 包括小說家 然後可能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這位是做什麼嗎 表演 對 他是一個 瑜伽 他是一個舞蹈家也蠻接近的 那大家看得出來這是什麼嗎 白混的 他是那個陸以軍老師 陸以軍老師 然後就很有趣 有很多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背景的人都在一起 然後跟著我一個不是藝術背景的人 一起每天吵架 然後想辦法 不要把對方掐死 然後一起完成這個計畫 那這是我們那個時候開會的樣子 這是施工現場 有去過施工現場舉手 有自己兼過工的舉手 所以各位施設計師嗎 好 所以像大家如果去過施工現場 大家都知道就是 那個 橫屍遍野 中午十二點一到 不管是四十 四十度五十度 師父倒頭就可以睡覺 我覺得這就是人生禪的最高境界 然後這就是苦中作樂的最高境界 就是 不管你怎麼樣 遇到任何的困難 你頓時就可以變成星際大戰 或是什麼什麼 因為這是安全第一 這是我個人苦中作樂 就看師父的刺青了 好 那其實待會我會秀給各位現場的照片 其實很多人看到現場以後 都覺得我們是一個復古旅館 其實當初並沒有做任何的設定 我們當初來找大家一起來做這個創作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共識 就是 它是一個很低調的巷弄 是一個非常安靜的社區 我們怎麼樣自詩為 用藝術 或說用一些新的觀念 帶進新的生命進去以後 能夠真正的尊重到原來的社區居民 那 所以我們就 決定設計的主題叫做自己的房間 也就是 一個你願意待在裡面創作工作生活 一個禮拜甚至一個月 所以不是那種很張揚的博物館式的設計 另外一點就是 所有的設計都是用一個保存的觀念 就是 只要它還可以繼續使用 我們就不拆除它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地磚 其實地磚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老房子的地磚有的時候會 空起來 然後敲的都是空的 你也很擔心哪一天會不會敲碎它 然後自己受傷了 所以我們就跟師傅協商 在一般的施工方式 像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應該都是 可能地板整個都會 把它重新貼塑膠地磚 或是蓋木頭的地板 但是我們就決定 一個一個去敲 然後把膨起來的 輕輕的敲碎 然後把它輕輕的拿下來 再重新拼回去 那 像這樣子的東西 對師傅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傳統的師傅的培訓方式是幾何形的 是直角的 是90度的 是方方正正 乾乾淨淨的 木頭上面不可以有木結 也不可以有裂紋 所以要怎麼樣跟他們溝通 其實那時候我看了一些 Wabi Sabi的書 就是 有人知道Wabi Sabi嗎 都沒有人知道 就是它是日本查到一個最重要的精神 其實有一種很給掰 但是很直接可以理解的說法 就是你在清完月子 把所有的落葉掃乾淨以後 你再丟一片落葉下去 但是它其實要講的是那種狀態 就是 其實你不需要把所有的落葉掃乾淨 它是一種非常自然 非常天人合一 非常有機的狀態 那它是一位茶道師 叫千力修 它在把 它是一個 日本茶道很重要的轉捩點的大師 它把 茶道 從一個非常高不可攀 非常華麗的 一個 程序 把它變成一種非常自然的 天人合一的境界 那 它叫Wabi Sabi 它不叫Wasabi 很多人都 跟我說 那個Wasabi說 Wasabi是日本料理 好 那 所以就跟師父溝通這樣子的事情 有一次我大概兩三天沒有去監工 然後我就發現 原來好的地磚 全部都被師父敲碎 然後自己在那邊拼得很高興 然後還說 馬小姐你看我們拼的馬賽克藝術品 就做完這個案子以後 師父全部都覺得自己是藝術家 有時候畫好設計圖 然後他們還會自己做 然後告訴我說 喔 你這樣子那邊那邊才搭得起來 然後什麼 就非常有藝術概念 那這是之前的燈 有一些都是用了好幾十年的 那如果施工過的朋友也知道 其實施工的第一道程序拆除是 那些師父是最出勇健壯 永遠都是tapas 不穿衣服 然後腳兵 然後動作非常俐落 就是看到什麼都把它毀了 那但是你告訴他說 喔一個六十年的玻璃已經裂掉老燈 要把它保留下來 這件事情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他們也都做到 這是我們之前 就是施工前把所有老燈拆下來的狀況 看一下的時間 時間哪裡可以看 好 OK 好那 那我就先講好 好那我再講一下 這個是我一個很喜歡的照片 現在 即使現在也都看不到這樣的狀況 就是當一個空間很乾淨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純粹 單一元素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不管是環境 或是跟我們自己的心境都是一樣 好這是我們做好的樣貌 每一個房間都不一樣 其實它都很簡單 而且它都很小 但是每一個房間的故事 它的精神 它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還有藝術家跟它的關係 還有後來旅人在這裡發生的事情 都非常非常的不平凡 這是一些老東西的照片 房間的照片 這是我們的櫃台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老東西 其實像這個它並不完美 不完美 可是 可是呢 它還是非常 它有它的價值 像這個 其實每一個物件 剛剛給你們看的東西 其實都是很有故事的 像我們的這個木門 是找一位 以前在金融業工作的 一位金融大痕 他後來就隱居山上 在一個不知名的山裡面呢 做著木工 而且如果你跟他說 師傅我今天要想要做一個木櫃子 他就會問 是大正時期的木櫃子 還有什麼什麼木櫃子 我都沒有辦法講過它 那他幫我們收了20個 台灣檜木做的老門 那台灣檜木 其實是日據時代 就很重要的一個出口經濟材 它的特性就是木紋非常的直 然後質地非常的穩定 不會不容易變形 而且有天然的金油的香氣 是天然防蟲的 所以早期日據時代的 內派系的建築 都是用台湧檜木做的 那像這個金屬把手也是 那時候快要施工完畢的時候 我到了佛羅倫斯 然後找到一位修古董 修了60幾年的老先生 其實我是要去某某觀光景點 然後就是貪圖捷徑就走小巷子 結果經過這小巷子就看到 兩邊有一家店 它的玻璃很髒 然後暗暗的探頭進去看 有一位老先生彎著腰在修東西 然後滿牆都掛著各式各樣的古董 所以我就走進去 然後用我警惠的幾個西班牙文 把它當義大利文用 一面演戲告訴他轉門轉門轉門 然後他說好門把門把 他就走到他的儲藏櫃裡面 把他過去60年來修古董 拆下來的五金都搬出來 然後就很高興跟我解釋 這個是300年前 這是500年前 這是守住的 這是什麼什麼時期的 這是用在哪裡的 那就很高興那一次我就 觀光景點都沒有去 就跟他聊了一整個下午的古董 那當然是他旁邊的 就是另外一個店家 是修古董的 就一起來幫我翻譯 他們也說其實這幾年 像IKEA這種產品 對他們的影響很大 可是過去這10年來 其實一二十年來 義大利人又開始慢慢注意到 所謂好家具流傳 三千古的 我自己創造 就用好的家具呢 其實可以永遠傳世的這種概念 所以他們又開始 願意花很多錢 去把以前的老家具 翻出來修 像那時候我看到他們 修一個小茶几 大概這麼大而已 他就說他修了三個月 而且要花九千歐元修 所以就是不可思議 有人願意花九千歐元 只是去修一個茶几 但是這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mindset 所以那時候我就收了一大票的 老劍 然後他也很高興的 就是像賣豬肉一樣 半買半送就給我了 那那個時候 我要離開的時候呢 他就說你等一下等一下 就跑到他的儲藏櫃裡面 然後就用衛生紙包了三個爛爛的那個 螺絲 然後他說這螺絲是五百年前 在人類還沒有鑄造時候 這個螺絲都是用手具出來的 這是送給你 他說因為 下次你來義大利的時候 可能我已經死了 然後雖然就哈哈大笑 有一種那種交棒的感覺 這非常奇妙的感覺 所以有一次商業週刊來採訪 還說 這些如果旅館的門把 有米其林平價的話 這個絕對是三星級 就是值得專程前往 我都不知道我們廁所門把 是你可以不用來住 但是你一定要來看我們的門把這樣 好那 這是我們的陽台以前 那就是一個儲藏空間 嗯 後來我們把那些老鐵窗拆下來以後 把當花架掛在水塔上面 有一次 嗯 楊文華就來 然後他來看看也沒有特別說太多話 就一直照相 然後回去我就看他在部落格上面說 其實我發現人生就要 就要變成一個老鐵窗 讓年輕的生命得到辦法的依靠 所以大家如果平常一定要跟文人交朋友 他們太厲害了 這是中文英老師 他也有設計一個房間 好那當然我們常常在問我們自己就是 過去60年來他是一個老旅館 那現在我們過來他到底是什麼 就是旅館是他既有的功能 但是我們這一群人新的組合 可以為他帶來什麼新的價值 所以當然很簡單的 嗯 像 這些拍片 拍片婚紗等等 常常都在我們這邊發生 那也有很多公司來這邊 陳租會議空間 這不是我自己畫的 這是他們自己畫的 好 大家好 就是 嗯 當我們在做 進入一個社區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基本上都會跟 周圍的鄰居打招呼 但是你跟他真正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這點也是我們非常在意的事情 所以我們覺得大家好 是 嗯 就是 是超越一個問候 是真正在你的日常形勢當中 所以 北投友摩迪這件事情大家知道嗎 摩托車快遞 現在全台灣大概只剩下北投友了 因為 北投友很多小山路 然後都是車子開不進去的 那早期有很多 拿卡西啊還有小姐 他們要去上班的時候 化妝非常美麗 如果爬山爬了30分鐘以後 客人都以為找了一個小丑來 所以就一定要找摩迪在他們 就是很快速風風光光的到那邊去上班 那後來台灣廢倉以後 就有摩迪就開始轉變形態 就帶阿嬤去買菜啊 帶小朋友下學啊 然後這樣的生意 竟然就繼續延續下去了 而且很多北投在地人跟我們說 他們怎麼樣使用摩迪 然後說上班的時候想要吃豆花 就摩迪說幫我買十杯豆花 就送過十分鐘就送來了 然後更誇張的是我忘記帶錢了 你幫我去提錢 就是提款卡就給他們了 就很多很詭異的事情 就是一一在北投人口中證實 那這是附近的一些小店家 我們希望做為一個國際平台 因為我們從一個在地的老旅社 變成到現在大概70%的住客是外國人 我們希望把這裡當做一個平台 然後讓作為一個國家的門戶 也就是大部分的外國人 其實認識台灣的第一個印象 就是在旅館 所以我們怎麼樣跟他介紹台灣 怎麼樣介紹台北 怎麼樣介紹北投以及在地社區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這是我們的以前 以前我們辦活動的時候 都是在這個房間 那所有的講者都是坐在床上 或是躺在床上 然後也成為台灣第一個 講者比聽眾更早睡著的地方 這是一些國際交流的活動 好 那我講一下一些客人的事情好了 這個是check out之後的景象喔 不是check in以前的景象 就是有一些日本客人真的 他離開的時候 把所有的備單都折成豆腐 然後垃圾全部裝好 還垃圾袋還打結放在角落裡面 就我們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整理過 有時候好像那個洗臉盆也洗過那個樣子 其實就是 想說像是一個直布羅陀客人 大家知道直布羅陀在哪嗎 個人跨越直布羅陀我想想看 應該是可能應該是有吧 他是在西班牙下面 跟那個應該是跟Morocco 就是比較接近的一個點 然後他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屬於英國 但是他跟西班牙是連在一起 很有趣 然後他就是來這邊住了五天 每天彈吉他 然後都弦我們的弦很爛 所以他在check out的前一天呢 就買了一大堆弦來幫我們換 那其實要講這兩件事情是 我們常常在想 所謂的服務跟客人的關係是什麼 不得不說 我們還是稍微覺得台灣 在服務跟客人的關係還是有一個 有一點階層的感覺 就是我今天付的錢我應該值得這樣的服務 或者說反過來 你只付這樣的錢為什麼要多做一些 就是還是有這樣子一個對立的關係 但是在這邊我們反而跟客人學到了一個 互相幫助 一個很簡單很基本的 就是其實金錢只是一個階段而已 在付錢之後或是值錢 其實我們還是回到一個最根本 人與人之間應該怎麼樣互動的一個關係 那這個故事呢 是所有的人都最喜歡的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次我們辦了一個導覽活動 有一個台灣女孩子就來參加 然後她帶著一個藍色小熊到處照相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香港客人 她就看到這個女生好奇怪 去每一個地方都把藍色小熊照相 然後她一開始只以為是艾蜜莉翻版 後來她問了她以後 就發現是在遙遠的加拿大 有一個九歲小男孩 她有一天上地理課啦 就說你們要用你們的方法去認識這個世界 所以小男孩就突發意想了 把他最喜歡的小藍熊拿出來 交給他認識的一個女人 然後就告訴他 你可以把這個小熊帶到你下一個旅遊的點 然後在那個地方寄一張明信片 然後寄一張小熊的跟那個地方合照的地方 然後寄回來加拿大 那這個project會跑半年 所以一個學期之後 這個小男孩就會收到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明信片 還有全世界各地的照片 那這個就是很多人都覺得 哇加拿大的地理課可以上到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以前好像都在被什麼東東北東三神物產等等 現在都忘光光了 那我再講一下巷子裡面的事情 我們跟鄰居關係非常緊密 我覺得我們非常幸運 就是有一群很照顧我們的鄰居 像之前我們辦活動的時候 只要我們辦活動鄰居就要在家站一整天 因為每次我們的椅子不夠 他們都把他們家椅子搬來 然後那天他們就站著都不能坐下來 那這鄰居他們曬豆子的景象 然後再介紹一下我們對面阿嬤 他是以前我們在施工的時候 他都就是跟拆除師傅一樣豪邁 就是穿著運動內衣 然後這樣在大街上晃來晃去 可是我們在跟藝術家 不小心透露線了 就是我們在跟藝術家 幫藝術家照相的時候 有一天阿嬤就穿著那個新衣服 就出現在我們的大廳裡面搔手弄姿的 暗示我們要趕快給他照相 我們也就捕捉這非常可愛的畫面 那我講一下台宜兵店 有人不知道台宜兵店嗎 大家都知道舉手 好謝謝 謝謝大家都很配合我的那個問與答 哎呦怎麼一直按到 就是有一次我去吃台宜兵店的時候 台宜兵店大家知道有進台大孝使這件事情嗎 就是它是一個歷史極為悠久 然後我們以前總是幻想 那個老闆已經賺錢賺到瘋掉 每天下班就開法拉利回他的陽明山好在 那他是就是這幾十年來所有的台下學生 甚至台北市民公館十大的居民一定要去吃冰的地方 那有一次我就是大概去年的時候晚上十一點我去吃冰 然後快要吃完的時候就看到一位老先生拿著一個爛爛的竹竿 然後走出來然後拿著一大捆大鐵絲 我想說這老先生行為十分詭異在冰店裡面就拿鐵絲走一走去 所以出來的時候我就就是多瞄了一眼 他就晚上十一點蹲在台一的門口 然後再修一個一把六十塊的爛托把 然後他自己在修 那在這個時代好神托只要九百九十九塊 任何人都買了下去的時候 台一冰店老闆竟然願意花他的時間去修一個一把六十塊的爛托把 那這給我們很大歧視 因為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一樣的事情 我不在乎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復古 我也不在乎它的價錢是多少 我只是很嚮往過去的年代在我外公外婆 每一張撕下來的閱歷紙都要折成方形 放在抽屜裡面當計算紙 然後每一個衛生紙都要撕成那個四個象限來使用 分成四次使用 那是一個非常喜悟愛悟的時代 那也就是因為他們有我們有這樣的上一代 讓我們今天在生活裡面可以看到很多所謂前一代的文化生活軌跡 但是在我們這一代我們有沒有擔起這樣的責任 這是我常常在問我們自己的 那最後一張照片是我們每天上班時候看到景象 也就是北投 北投是在台北市喔 很多人都以為北投在台北縣 那北投在台北市的邊垂 所以每天我們上班的時候 監獄裡面都是空五億人 然後配著周邊的大樹跟群山環繞景象 全台北市都往台北車站方向去上班了 只有我們走到這裡來上班 那這個感覺很特別 我們覺得我們每天都獲得很多的學習的機會 然後我們看到非常美麗的景象 包括自然景象或者是人文景象 那全部的景象 美景都是因為我們換了一個方向走 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景象 所以今天我也是最後一個final message 就是如果是你在做的事情 你換一個景象 你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